411集 祭坛 慕容云扫了那女子背影一眼 摇头惋惜道 哎 背影看去是个绝代佳人 可惜呀 说着她对王林一抱拳 起身跟上 王林摸了摸下巴 在她二人身后缓缓地随行 她时而把目光偷在慕容云身上 尤其是在此人的衣袖上的图案 以及那已经发黑的血痕上 注意了很久 目露沉吟之色 慕容道友 不知那祭坛所在之处 到底有何危险 飞行中啊 王林平淡地说道 慕容云眼中闪过一丝惊惧 深吸口气 说道 我只是远远看到 献衣族的几个八叶数咒诗 在那里死亡了三个 另外修士方面 有两个鹰变老怪 也死在了那里 一直到他们死亡 我都没看到任何敌人 王林墓中露出似笑非笑之色 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 说道 慕容道友的运气不错嘛 慕容云云亦争啊 随后苦笑的 我是距离较远 再加上跑得很快 所以才没有受到波及 不过有一点 我可以肯定 那里一定有一个强大的存在 很危险 我们必须要人多一些 才可以有进入的可能 王林看了慕容云一眼 嘴角露出一个古怪的微笑 不再说话 慕容云内心一沉了 再次仔细看了王林一眼 转过身继续飞行 三人速度很快 以那相貌难看的女子为首 在这片平原上穿过 第二天正午 飞行中那女子身子一顿 看向远处 冰冷地说道 前方有一人 她话音刚落 单见远处一道剑芒 好似惊天一般横扫而来 在剑芒带去强猛的剑气临身之际 顿时一股冰寒之气笼罩四周 只见一把白色飞剑扑笑而来 剑上站着一人 此人是个老者 一身灰衣 头发花白 但双目却好似闪电一般 她此刻面色阴沉 时而回头看向身后 王林目光如炬 一眼就看出蹊跷 只见在这老者身后 一道扭曲穿梭的闪电 疯狂地追击而来 这闪电好似拥有灵性 如同一条银色蛟龙般 紧追不舍 鸡池间 那飞剑之上的老者 在慕容云三人身上一扫 最终目光落在王林身上 轻移了一身 这老者 王林见过 正是在朱雀山下通道外 十六个鹰变修士中的一个 此人的修为是鹰变初期 他身子未停迅速说道 道友速退 此物归一眼 就在这时 那慕容云好似随意地 扫了追击老者的闪电一眼 这一眼平淡无奇 但那闪电却是立刻一顿 从其内传出一声不满的咆哮 随后猛地掉头 向后飞去 转眼间便消失不见 这一幕 发生得极快 若非王林一直特别留意 慕容云 断然无法发现 其内端倪 那闪电迅速消失 飞剑之上的老者 夜市一争 他身子停下 看向身后 少请之后 眉头紧皱 慕容云上前几仗 恭敬地抱拳道 晚辈慕容云参见前辈 老者抬头 冷冷地扫了慕容云一眼 没有说话 而是把目光投向王林 抱拳道 曾道友多谢 他想了许久 也猜不出 那追击之物 为何离开 最终猜测 或许此事 与这曾牛有关 毕竟曾牛的名声响亮 定有一些神通法术 曾道友三字一出口 那相貌难看的女子 忽然转过头 仔细地看了王林一眼 王林微微一笑 摇头说道 不是曾某 老者目光微闪 笑道 不说此事了 在下墨云海 曾道友可有进入此地内部的线索 王林没有说话 而是目光扫了一眼 慕容云 墨云海内心一动 慕容云微微一笑 抱拳道 万辈慕容云参见前辈 墨云海轻嗡一声 说道 你可知晓进入内部的方法 慕容云点头笑道 墨前辈 在下的确知晓 不过前辈需要答应在下 要把晚辈带进内部 如果前辈应诺 在下一定把所知一切 全部告知 墨云海目光一闪 沉声道 说吧 老夫答应你 慕容云眼中露出喜悦之芒 说道 晚辈带路 那里是一处祭坛 是通向此地内部的唯一通道 那里可有危险 墨云海沉声道 有 在下亲眼看到 仙仪族几个八叶数咒师 在那里身亡 不过仙仪族当时一共四人 第一个进入那里的 却没有遇到任何危险 慕容云连忙回答道 墨云海眉头一皱 看向王林 抱拳道 曾道友 你意下如何呢 王林似笑非笑地 看了慕容云一眼 然后对墨云海说道 你我联手 即便无法度过 保命应该有余 墨云海哈哈一笑 点了点头 对那慕容云说道 小子 带路 慕容云连忙点头 看了王林一眼 苦笑道 前辈绝非化神修士 晚辈之前不识 还望前辈莫要见拐 说着 他身子一动 飞在前方 在其后 墨云海向王林一示意 二人脉步间 在后面跟上 至于那相貌难看的女子 则是略移犹豫 也跟了上去 慕容云的速度 虽说很快 但在墨云海眼中 仍然太满 半个时辰后啊 墨云海轻横一声 身子一跃 一把抓住 慕容云 回头对王林说道 增道友 你我各带一个 展开全部速度 争取早些到那祭坛 否则时间长了 一旦这修行之经碎裂 我们全部都要死在这里 说着 他抓着慕容云 速度漠然间加快 化作一道流星 转眼间消失在了原地 王林目光闪烁 右手一招 那相貌难看的女子 立刻被一股奇异之力笼罩 被王林带起 向远处 急驰而去 前辈可是憎牛 那女子在王林身旁 一丝幽香飘来 钻入王林鼻中 王林目不挟视 眼中平静 说道 是我 女子沉默 烧情之后 忽然说道 前辈小心慕容云 说完此话 他便一语不发 王林与莫云海的速度 自然极快 在慕容云的带路下 很快便穿越了平原 向着远处几尺 三天后 地面上出现了一片 连绵不绝的山脉 一团黑雾 笼罩在山脉之上 这黑雾翻滚云涌 透着一丝诡异 在这片山脉的西处 有一座山峰 此山峰极高 插入云雾中 只能看到半山腰 在慕容云的带路下 莫云海一闪之间 冲入黑雾中 向着山峰顶部飞去 王林在其后 神石四下一扫 目光微闪 跟在其后 在黑雾中啊 王林张口吐出一道黑芒 这黑芒一闪之下 立刻消失 钻入到了黑雾内 随后他一拍储物袋 又拿出遗物 一抖之下 此物同样消失在了黑雾内 这一切他都是随意而为 受黑雾所挡 他身边的那个女子 没有半点察觉 而且他们二人之间呢 修为相差太多 王林有心隐藏之下 此女断然没可能知晓 黑雾中的山峰啊 略有模糊 好似被一层黑纱包裹 看起来有股朦胧的韵味 在那山峰顶端 有一处巨大的平台 平台之上则是有一个约有百丈大小的黑色祭坛 这祭坛成塔形 一排排阶梯的顶部则是一个圆形的凹地 一股黑气从那里面飘散而出 飞快地融入到四周的雾气内 墨云海抓着慕容云身子一跃 从半空落下 站在了此处平台之上 王林随后落下 只见这平台地面上 多处位置都有干枯的血痕 一股腥味弥漫不散 四周的黑雾中啊 更是时而有些乌夜的呼啸之声传来 听起来好似鬼雾哭泣 王林落下后 松开那女子 目光微闪四下打量 此地与司徒男所说之处 有很大的差距 司徒男所说的祭坛呢 是一处山谷内 并非是在这山峰之上 他眼中寒芒一闪即逝 墨云海深时一扫 看向四周 随后一指祭坛 说道 慕容小辈 你说的祭坛 就是这里 慕容云连忙点头 很确定地说道 前辈 就是这里 不过前辈小心 仙一族的那几个八叶书主师 除了最早进入的那人 随后进入的 便是在登上祭坛顶端时 诡异地身亡 墨云海看了慕容云一眼 右手虚空一抓 立刻把此人再次抓在手中 右手按在此人头顶天灵 双目闪动 腰翼之芒 轻声说道 搜魂术 慕容云惨哼一声 身子顿时颤抖起来 墨云海双目 腰翼之芒越来越亮 最终在慕容云身子聚颤中啊 他松开了手 慕容云好似一滩烂泥 立刻倒在地上 全身散发死寂 一动不动 曾道友 此人没有说谎 墨云海身子一跃 冲上祭坛 口中喝道 曾道友 再下去探路 还请道友为我护法 好 亡灵眼中啊 闪过一丝嘲讽 墨云海的身影极快 几乎眨眼间 便来到了那祭坛之上 他站在那里 忽然面色变得古怪起来 眼中露出一丝诡异的光芒 低头看向祭坛中的凹地 烧请之后啊 他眼中露出一丝喜悦之色 哈哈笑道 哈哈哈哈 果然是这里 曾道友 在下先走一步 说着 他脚步一脉 进入到那祭坛凹地内 一闪之下 身影消失 那相貌难看的女子 犹豫了一下 看了看慕容云 又看了看王林 沉默不语 王林冷笑 没有看向祭坛 而是把目光 投在了慕容云身上 右手隔空一弹 一道灵爵 闪烁而出 向着此人眉心落下 在灵爵落下的瞬间 慕容云睁开双眼 右手抬起一把抓住灵爵 一捏之下 灵爵崩溃 他站起身子 看向王林 脸上黑气缭绕 原本英俊的相貌 此刻变得争鸣起来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他盯着王林 声音中 透着一股奇异之力 王林目光平静 说道 我可以告诉你 但 你也要回答我几个问题 慕容云目光一闪 阴森地说道 哼 有趣 你先回答我 修阵之人 大都有洁癖 除袋内 都会多放几套换装 很少会出现 你身上这般狼狈的样子 王林平淡地说道 慕容云冷笑 哼 就凭这个 王林神色如常 盯着慕容云 说道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现在我知道 你是什么东西 哼 我是命魂说话 你告诉我 还有哪些原因 慕容云冷横道 你的衣服 年代太过久远 不似刚刚进入此地的修士所穿 你有什么目的 我没什么目的 只是不想让你们得到修行之经 还有 你所说的原因 就这两点 慕容云眉头一皱 四百一十二级 美艳不可方物 王林轻叹 腰头道 最后一个原因 是因为你衣服上的那个图案 说到这里 王林右手默然一动 体内仙力云涌 几乎瞬间 一道蕴含仙力的仙觉 便出现在王林的身前 随着他右手的抬起 这仙觉顿时呼啸而出 狂猛地向着慕容云落下 慕容云冷笑 身子未动 但却在那仙觉 落在身上的瞬间 整个人 砰得一下消散 化作一道道 黑色的烟气 转眼间 飞入到四周的黑雾之中 消失不见 王林没有去追 而是眼中嘲讽之色一闪 但见一声惊呼 从那黑雾中传来 只见一道道黑气 迅速从雾中飞回 重新凝结在一起 化作慕容云 此刻的慕容云呢 面色极为难看 他看了看四周 盯着王林说道 你不是寻成的鹰变修士 一杆三丈大帆 从黑雾内飘散而出 此番齐步 长约十丈 铺展开来 好似波浪一般 起伏不定 大量的魂魄 在其内钻进钻出 弥漫四周 十多个主魂 在四周的黑雾内 闪烁不定 目光全部锁定 慕容云 在这些主魂中啊 更是有一头紫金麒麟 巨大的双目 露出阵阵凶猛 十亿尊魂番 王林再与司徒南 赶来朱雀山的路上 再次炼化 他把所有的魂番 全部融合到了 尊魂番内 李元峰与麒麟残魂 此刻呀 都成为了尊魂番的主魂 此刻 这杆十亿尊魂番内 共有主魂二十八个 哼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困住我吗 慕容云冷笑 身子漠然一冲 整个人再次化作无数黑气 好似细思一般 疯狂地向着王林的口鼻蹊跷 钻来 王林身子后退 眼中露出寒芒 右手抬起向前一点 口中轻吐 疯 漠然间呢 四周黑雾内 又一杆大帆出现 此番一抖下 无数禁止 立刻疯狂地涌现而出 以极快的速度 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 形成一个好似 天罗地网的困牢 直接把那无数细思 全部封印在一起 形成一个一人多高的圆球 并且迅速地缩小 最终变成拳头大小 这圆球啊 是由禁制组成 一排排密密麻麻的禁制 把旗内的那些细思 彻底封死 由命魂组成之灵物 很难杀死 而且即便是杀了 死的也不是他们 而是朱雀星上的命魂主人 王林若是使用先例 毫无保留地展开手段 倒也可以杀死这些命魂 但这些命魂消失 还会有更多的命魂出现 再次凝结此物 可以说呀 这种由命魂组成的灵物 在某些方面来讲 是不死的 除非是修行之经碎裂 那么这些命魂崩溃 谁也不知晓 下一次出现在的命魂中啊 是否有自己相熟之人的命魂存在 一旦出现了 该如何出手 若是有自己的命魂 那倒好办了 毕竟与命魂之间 会有一股奇异的感应 当然 进入这朱雀墓内的修饰中啊 绝情冷血之人不少 倒也有人在观察了一段时间后 知晓了这些秘密 于是展开了屠杀 他们毁灭一个又一个命魂 从而等待灵物再次凝聚 命魂重组 如此周而复始 以这种笨方法 期待可以遇到自己的命魂 这前锋啊 便是其中一个 此刻 前锋在朱雀墓内部 一处高耸入云的山峰中段 这里有一处巨大的洞穴 前锋盘膝坐在洞穴外 面色极为阴沉 他是第一个进入朱雀墓之人 在这里 他遇到了那些 由命魂组成的灵物 这些灵物 根本就杀不死 最终啊 他们这批 最早进入此地的修饰 与仙仪族族人 分别都遇到了类似 慕容云一般的存在 向着此刻 王林所在的那个山峰赶去 在那里 有人被骗入祭坛内 前锋没有上当 暗中逃离 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入口 进入到了朱雀墓的内部 内部虽说比外部小 但实际上也还是极大 尤其是那种命魂组成的灵物 不但比外部更多 而且其中有一些实力极强 前锋无法抵抗 只能败退 在内部的这段日子 他始终都没有找到 一代朱雀子的坟墓 随着时间的度过 渐渐地进入内部的修饰 与仙仪族之人也多了起来 前锋就亲眼看到 一个熟悉的鹰变修士 在数个仙仪族族人 不惜耗费大量符文之力 联手杀死了一个强大的灵物之后 那个熟悉的修士 立刻双眼黯淡 倒地身亡 之前没有任何征兆 这一幕 使得四周所有人 立刻为之一惊 在前锋的探查下 他发现 此人原神碎灭 彻底死亡 能进入朱雀墓内部之人 都是心机深沉者 此刻立即心知肚明 此事的真正原因 如此一来 与那些灵物出手 便有人心存顾忌 只是越是这样 便越是无法取胜 就好似一个死结 前锋在这洞口外 已经坐了快半个月 他心中的焦急 让他烦躁不安 他不知那修行之经 到底还有多长时间 才会崩溃 若是不尽快抽回命魂 那么等待自己的 只有死亡一途 朱雀子 你个老匹夫 你死就死嘛 为何还要所有人 都为你陪葬 前锋咬牙 一拳打在了地面上 他深吸口气 目光一闪 看向身前的洞穴 默默计算时间 随后一拍储物袋 立刻一个黑色的葫芦 出现在手中 他右手掐绝 向着那葫芦一点 口中轻贺的 红蝶 出来 一道精芒 从葫芦那一闪 红蝶出现在了 前锋的身旁 他身穿红衣 相貌依旧如往昔般 美丽动人 双眼仍然是空洞 无任何神采 此刻 在他的身上 却是没有了往昔 那股英子与傲起 有的只是一股 让人心碎的悲哀 一股心死的漠然 这葫芦啊 是前锋家族的重宝 据说是祖上留下 这葫芦内另有乾坤 不但可以存放储物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里 可以把活人收入 时间到了 他应该恢复了 你去把他引出来 前锋沉声道 红蝶没有说话 慢慢地走进洞穴内 前锋深吸口气 双手掐掘 体内先利 顿时涌现 在他双指间凝行 渐渐形成一个拳头大小的金光小球 前锋面色阴沉 双目紧盯洞穴深处 少请 一声咆哮 从洞穴内传出 紧接着 阵阵地面颤抖的轰轰声 从洞穴内挥荡而出 但见洞穴内 鸿芒一闪 铜蝶的身影出现 一晃之下 站在了前锋身旁 与此同时啊 一个高大的身影 从洞穴内奔跑而出 这是一个十丈多高的巨人 他全身散发黑芒 一丝丝黑气不断地缭绕 他每迈出一步 地面就颤抖一下 在此人走出洞穴的瞬间呢 前锋双眼寒芒一闪 手中金芒小球 默然向前一推 这小球快若闪电 破空而出 向着那高大的身影 迅速冲击而去 一声愤怒的咆哮 立刻从那高大身影 口中吼出 紧接着 此人身在一阵之下 立刻崩溃 化作无数黑丝 向四面八方散去 避过了金光小球 爆 前锋低河 死字一出啊 那金光小球 立刻轰然间爆炸 带起一股强猛的先例冲击 一笔闪电 还要快的速度 向着四周呼啸而去 整个山峰漠然一颤 出现了大量的坍塌 在轰轰声中 那四下飞起的无数细思 毫无例外 全部消散一空 被直接摧毁 这已经是第六十九个了 还是没有遇到我的命魂 前锋眉头紧照 他也知道 现在的方法不算最佳 但这朱雀墓内部极大不说 更有众多的危险 以他的修为无法全部探查 找不到修行之精啊 唯有选择这个笨法子 期待可以出现奇迹 朱雀墓外部 那座拥有祭坛的山峰之上 汪林手中抓着一个黑色的球体 身子一跃 从山顶跳下 至于那相貌难看的女子 汪林没有理会 我不杀你 但却可以把你封印 这种封印是永久性的 虽说你现在还不会死 但当组成你的那些命魂主人 寿缘断绝 一一死亡后 你就会彻底死亡 汪林声音平淡 徐徐说道 他在朱雀墓的这段日子 脑中时常思索的 便是如何对付这命魂灵物 在他仔细琢磨之下 想出了这个办法 以进番内的大量进制 一一封印灵物内的命魂 如此一来 时间长了 便可达到了一种禁锢的作用 再加上尊魂番内 一条修为相当的魂魄融入 便可使得这种灵物 间接地断绝了再次重组的可能 只需等到这灵物体内的命魂 全部自然死亡 这灵物就会生亡 这个方法 汪林没有时间去验证 到底管不管用 但听在慕容云耳中 却是好似惊雷 让他内心大惊 我是杀不死的 在我体内命魂死亡后 我还可以重新收取命魂复活的 那黑色球体内啊 传出慕容云的咆哮 汪林冷横 身子落在了山崖脚下 右手冲地面一指 顿时地面一阵 轰的一下成十字形 裂开一个深约树杖的大坑 汪林身子跳进坑内 把黑色小球放在其中 在四周开始布置尽致 黑球内的慕容云 察觉到汪林的动作 立刻说道 你要干什么 把你封印在这里 百年之后我再回来 看看你死没死 就知道我这个方法是否灵验了 汪林平淡地说道 手中静置不断 你 你到底想要什么 慕容云沉默数息 吼道 汪林目光一闪 平缓地说道 我要我的命魂 这个不可能 我们是修行之经幻化而出 以命魂组成 无法特定抽取某个命魂 而且 像我这样的灵物 实力不够 也无法收取 像你这样的修饰命魂 只有内部那些强大的同类 才可以从修行之经内 收取强大修饰的命魂 慕容云飞快地说道 汪林眼中寒芒碧露 微微摇头 把最后一道封印布置后 身子一跃离开了这个深坑 深坑底部 只剩下那静置包裹而成的黑色小球 孤零零地放在地上 在他的四周 是一个个闪烁法术之盟的禁止 我 我知道真正进入内部的方法 慕容云立刻吼道 他不敢去躲 一旦真的输了 那自己恐怕真的会死亡的 413集 柳梅交锋 第三幕 汪林看了看远处的一片山脉 摇头道 我也知道 说完了 他右手在地面虚空一案 裂开的大地立刻慢慢收容 眼看就要彻底封死之事 慕容云的咆哮传来 在墓地内部 我们有一个王 他是这里第一个诞生的灵物 只有他才可以从修行之经内 抽回指定的命还 真的 这个是真的 怎么可以找到他 王林右手一点地面 收拢之事 顿时停止 在内部 一直向东走 有九座山峰连接成一片 形成了一个深谷 那里扩散而出的 不是黑雾 而是白雾 很好辨认 在那深谷最底处 便是王之所在 慕容云飞快地说道 王林目光一闪 抬起右手 身子一动消失在了原地 裂缝轰隆隆中 再次合并 你 慕容云的声音 随着地面最终 全部收拢 再无任何缝隙时 戛然而止 王林出现时 是在这山脉的深处 一个山谷之外 他之前看到这山脉之时 神识曾探查过一番 留意到了这个山谷 在山谷内 有一座祭坛 这祭坛与之前山峰顶部的 那个一模一样 只是在王林的身影 走进这山谷的瞬间 他突然一顿 停止步前 目光闪烁寒芒 一个美艳不可方物的女子 坐在那祭坛边缘 一双美目向王林看了 柳梅 这女子正是柳梅 她身穿一套浅粉色衣裳 裙脚绣着展翅玉飞的 淡蓝色蝴蝶 外皮一层白色青露 微风轻浮 竟有一种随风而去的感觉 丝绸般墨色的绣发 随意地飘散在腰间 身材迁细 满腰雷若 更显得楚楚动人 王林 柳梅展颜含笑 轻声道 王林神色渐了 她看了一眼柳梅身旁的戏坛 平淡地说道 让道 柳梅眼中露出一丝柔弱 望着王林轻声道 王林 你可是讨厌我 王林眉头微皱 冷冷地看着柳梅 沉声道 让道 此刻清风从山谷外吹袭而来 在谷内飘散 带去柳梅鹅角的青丝 飘逸中透出一股脱俗般的美丽 柳梅的相貌很美 她的御手把飘散的绣发挽在耳后 眼中带着一丝忧怨 轻轻轻地扫了王林一眼 站起身子 王林 好一个铁石心肠之人 莫非你心中除了李牧婉之外 再也容不下他人了吗 王林眼中寒芒一闪 冰冷地望着柳梅 右手在楚戴上一抹 立刻仙剑再手 她没有任何犹豫 仙力涌入 仙剑顿时散发刺眼光雾 漠然向前一展 一剑破天 隐含了先例的一剑 好似闪电流星一般 如长虹林式 带着一股巨大的气浪 立刻在山谷内呼啸而出 柳梅身色如常 御手掐绝 在身前清点树下 顿时一个孔雀的虚影 在其身前出现 此刻剑芒来临 那孔雀双目闪烁绿芒 身子一抖之下 立刻有十多只 艳丽的羽毛 从身体上脱落 挡在了身前 哼 剑芒与羽毛撞击在一起 带动气浪四下冲击 把王林与柳梅的衣角 吹得啪啪直响 柳梅眼中闪烁一丝惊芒 看着王林轻声说道 果然是阴变初期 王林 你的修为提升得好快啊 王林眼中寒光闪烁 看了看手中仙剑 左手在旗上轻轻摸索 沉声道 柳梅 我最后说一句 让道 否则 王某将全力出手 柳梅抿着下唇 摇头 轻声道 不能让呢 王林 你进入里面 没有活路的 不如你把意境给我 我帮你去取回命魂 王林望着柳梅 消了起来 说道 千患无情道 柳梅 你莫非认为在下到现在 还没看透吗 柳梅眼中没有任何变化 轻笑的 当然没有这么认为 当年那大耳修士 想必就是为了让你了解我的意境 所以才来与我一会的吧 没错 我的意境 便是千患无情道 你的生死轮回感悟 同样是天道中最无情之物 天若有情 自然不成为道 你我 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我是以千患分身 感悟不同的有情人生 从而修成无情道 而你 同样是以有情入手 感悟生死 看破凡尘 体会出轮回之道 想必你现在 也已经明悟 这轮回生死天道 同样也是无情之道 你与我是一类人 王林盯着柳梅 一拍楚无带 进番在手 她不想这么快使用尊魂番 尊魂番真正的用处 应该是放在最后 抢夺命魂之时 亦或者是战命魂 灵武之王时在用 尽番一道 其伤尽致 顿时化作一道道尽己 呼啸而出 在山谷内弥漫 柳梅 朱雀子已然死亡在即 你我一战 没有必要 王林沉声道 柳梅毕竟是应变中期 若是不使用十亿尊魂番 很难在短时间内有结果 一旦耽搁太久 影响了取得命魂的时机 那么就坏了大事 柳梅轻笑 抬头看了看天空 眼中之前的柔弱之色 一扫而空 表现出来的是一阵 无情的冷漠之忙 王林 即便是师尊 没有让我来找你 我也会与你一战 见你知道 让我的千怀无情达到圆满 你出手吧 王林目光彻底冰冷 他双手掐绝 右手向前一点 口中倾吐 进 莫然间了 禁番内的禁制 立刻疯狂地呼啸而来 在山谷内疯狂地回荡 一个个禁制之光 立刻闪烁不断 这些光芒在王林身前凝聚 立刻画作一把黑色的长枪 飘在半空 在旗上 一道道紫色闪电 迅速流动 传出噼里啪啦的清脆声音 王林身子一动 化作残影 一把抓住长枪 体内先力涌动 立刻融入长枪之内 顿时啊 此枪 漠然间散发出一股紫金之马 组成此枪的每一个禁制 都融入了先力 一股洪荒之力 弥漫在山谷内 滚开 王林大鹤 身子一跃腾空 化作一道黑夜 手持长枪 迅猛地一刺而出 好似那游龙入海 疯狂地呼啸而去 阵阵轰隆之声啊 从长枪锁过之处 传了出来 好似惊天一般 柳眉眼中冷漠中 闪过一丝奇异之盲 轻声道 你法宝虽多 但以应变出气的修为 使用的先力 确实太少 说着也 他御守在身前一点 但见绿芒一闪 自他指尖之上 之前那个孔雀的虚影 再次出现 这孔雀双目闪烁 妖异之光 腾空而起 飘在了柳眉上方 盯着轰然而来的王林 开 在王林长枪破空而来的瞬间呢 柳眉轻声道 此言一出啊 那孔雀全身的羽毛 立刻 漠然间开屏 一幅美妙绝伦的孔雀开屏 出现在了山谷之内 整个山谷 在这一瞬间 乌然一亮 好似所有的光芒 全部凝聚在了 那孔雀之屏上一般 光彩夺目 与此同时啊 一股浩荡的先力 从这孔雀屏内 宣泄而出 化作一道道白色的仙气 弥漫四周 这一切说来漫长 但实际却是极快 王林身影如奔雷 带着长枪 雷霆一般刺来 轰得一声巨响 在孔雀开屏的瞬间 浩荡的先力 带起无法想象的冲击力 硬是让王林的身子 有了一瞬间的停滞 王林面色阴沉 身子虽停滞了一瞬间 但他反应极快 手中长枪一甩之下 那长枪没有任何停顿 以极快的速度 疯狂地刺向孔雀 哄 又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声响 长枪如蛟龙 闪烁之下 与孔雀之瓶 轰击在了一起 漠然间呢 黑色长枪上的紫金之芒消散 整个长枪化作一道道进气 向四周散开 再看那孔雀 他的屏上依然美丽 但色彩却是略暗 柳梅面色有些苍白 轻声道 你这件法宝 不是伪仙宝 也不是仙宝 很奇异 王林在扔出长枪之后 身子便立刻后退 右手虚空一抓 一杆三丈大帆 顿时出现在手中 十亿尊魂帆呢 终于被他祭出 他不准备再浪费时间 以此帆直接杀了此女 进入朱雀墓内部 在此帆出现的瞬间呢 柳梅眼中冷漠之色浓郁 他望着尊魂帆轻声道 没想到 顿天前辈真的把此帆送你 不过王林 你拥有此帆之事 我早就猜到 否则 也不会选择在祭坛之处等你 我是第二个进入朱雀墓之人 此地 是我选择的你我一站的地方 若你选择使用尊魂帆 我便把这祭坛摧毁 此物下次拟集而成 是在数日后 如此便可阻拦你数日时间 王林目光冰了 盯着柳梅 这祭坛 司徒难为他讲解过 此祭坛是一代朱雀所造 起到传颂的作用 开启修行之经后 祭坛被修行之经内 奇异力量冲击 从而有了一些神通 即便是将其摧毁 只需数日便可再次凝聚 生生不息 周而复始 其特性倒也与那命魂灵悟 有些相似 你到底有何目的 王林沉声道 柳梅微微一笑 望着王林轻声道 柳梅没什么目的 只是想与你 以一境一战 王林盯着柳梅 右手一捏 十亿尊魂帆 消散在手中 他左手掐绝 点在眉心 顿时天空一暗 好似被一只 无形大手撕裂一般 阵阵灰气 从天际涌现 随着灰气的越来越多 一个巨大的画轴 默然间自灰气内 幻化而出 铺展在天空之上 这画轴一向 立刻散发出一股奇异之力 笼罩四周 柳梅双眼一亮 深吸口气 潘膝坐在祭坛之上 闭上了双眼 在他双眼合上的瞬间 其身前的那只孔雀 立刻历明一声 身子飘起 完全地飘在柳梅上方 身子一晃之下 立刻变大 转眼间便化作一个 十多丈大小的孔雀 尤其是他的瓶 此刻更是庞大无比 几乎把整个山谷 都全部遮盖住 我的道是千万无情 就如同这孔雀之瓶上的千只羽毛 每一只羽毛便是一换 实际上 我的道并非真正的千换 而是九百九十九 当最后一换成形时 我意境便可达到应变后期 汪林 成全我的最后一换 可好 柳梅的声音 从那孔雀内传出 汪林目光冰冷 抬起右手指向天空 天空之上的画轴 立刻传出一阵霹雳之声 画轴之上 浮现出阵阵山水之色 这黑白两色的画木内 一道道灰气急剧地涌现 最后一换 我成全你 而且是让你此生凝结 永远也不会忘记 汪林声音冰冷 右手向下一挥 顿时啊 天空的画轴 立刻传出轰隆巨响 大量的灰气 从山水画木上 立刻宣泄而下 漠然间形成一条 巨大的苍龙 咆哮中啊 向着柳梅上方的孔雀 一口吞去 414级 最后一换 那孔雀立明一声 死生清脆 好似洞彻九天 他抬起高昂的头 却凭妖艺地盛开 闪烁之下 赤成黄绿青蓝紫 七种光亮 立刻在其上散发出 妖艺的明暗之色 透出一股 深深的无情冷漠 挥散而出 顿时啊 天地之间 在生死轮回 画轴之下 又多出了一股意境 这意境中的无情 可以令冰霜在寒 可以令四季骤变 王林在山谷内 顿时感受到了 这股冰寒的意境 那是一种无情 一种天性的冷漠 此刻 在他的眼中 那孔雀 只不过是一个虚幻之物 在其内 真正抬头 看向苍龙的是柳梅 其目光 冷漠 无情和孤傲 这种目光 虽说与红蝶相似 但红蝶的是绝情 与无情之间 却又相差了很多 有情之人 才会断绝情意 此奈绝情 而天性就是无情之人 无情可绝 自然高出一筹 苍龙咆哮而来 巨大的僧口 漠然间来到孔雀之旁 一晃之下 立刻崩溃消散 化作一团浓浓的灰气 把孔雀四周 全部笼罩 世间一切 逃不出生与死 这存在的 便一直存在下去 那该消散的 便让它消散 王林口中轻叹 他想到了李牧尾 那孔雀再次利明 七上七彩之光 立刻相互融合在一起 幻化而成一道彩虹 从灰气中 穿透而出 直达天界 与化墓中的山水 融合在了一起 这世间最美丽的 往往都是最无情的 彩虹美丽 受亿万人侧目 但它却是无情的 没有人可以把它留下 就好似孔雀之品 虽是美丽 但却是归虚 天空之上的花轴 其内的颜色 随着彩虹的融入 渐渐不再是黑白 而是有了一点鲜艳 孔雀四周的灰气 也慢慢地不再单一 而是有了其他的颜色衬托 九百九十九幻 只差一幻 我便可修成千幻 黄灵 这一幻在哪儿 如你只有这些实力 如你不使用尊魂藩 便无法抵抗 那么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本可在练魂宗 遇到你的第一次就出手 但那使得你太弱 意境尚未化神圆满 无法凝结实质 所以我一直在等 如今你意境化神圆满 可以实质出现 但为何还是这般 如你仅仅这些手段 那么今日 你无法让我形成最后一幻 王林面色如常 抬头看向天空的生死 轮回画轴 沉默不已 画轴内 七彩颜色浓郁 黑白二色意境不是全部 那画木内的山山水水 渐渐好似逼真一般 有了色彩不说 就连那山上 本用二色勾勒而出的树木 此刻也充满了绿意 你口中说该存在的 就让它存在 该消散的就让它消散 可是你心里真的做到了吗 王林 我没有想到你的意境 居然存在这么大的破绽 难怪 难怪你一直不想用意境攻击 原来如此 柳梅的声音透彻一丝失望 很浓 王林目光冰冷 右手一挥 一丝粉红色的雾气 从她储物袋内击齿而出 一闪之下 飞入到了天空之上的 生死画轴内 该消散的自然会消散 不过 该存在的若是消散 我绝不会同意 柳梅 你的最后一换 我送来了 王林冰冷地说道 此刻 天空的生死画轴内 漠然间出现一点粉色 这粉色之中 隐约露出一个 郊区虚影 这虚影不是李牧万 而是许立国口中的 仙子小妹 仙一族三族 当年化身成为修士时 修炼而出的一丝异景 随后当三族 再次回到仙一族之后 放弃了所修炼的异景 使得原神崩溃 但这一丝异景 却是极为坚韧 居然一直没有真正消散 被王林得到后 一直收入储物 这才是他对付柳梅的真正杀招 实际上早在收到周五泰 有关柳梅意境的预见之前 王林的心中便有了这个计划 此计划虽说歹毒 但若是柳梅执迷不悟 那么王林会毫不犹豫地使用 后来他看到周五泰的预见 内心更加确定 这一丝异境正是对付柳梅之物 想要破无情之道 必须要天下间 置阴置阴之意境 以淫欲勾起情欲 从而破除无情 与此同时 一阵邪淫的笑声 从华轴内传出 魅积那妖异的身影 渐渐凝食 在天空的生死轮回华轴内 好似身影一般轻声道 好狠的心肠 把人家困在那里那么久 这一次用到人家了 才把小女子放出 王林 莫非你的心是铁石不成 不过这个肉身 儒家可真是喜欢 他说这样 娇笑起来 这笑声听在王林耳中 也不由地心神一阵 好半嗓才恢复过来 仙剑之上 更是一股黑雾涌现 许立国幻化而出 直勾勾地望着魅积 双眼露出浓浓的欲望 这是 那孔雀之中啊 传出柳梅迟疑的声音 王林眼中毫无怜悯之色 口中倾吐 生死之道 轮回 天空之上的画轴 漠然收拢 好似两排怒浪 从南北两个方向 相互撞击一般 画轴趴的一下 全部合上 一合之下 彩虹立刻碎裂 其上的七彩颜色 顿时被生生逼出 但立刻呀 这画轴突然一阵 又漠然间向南北两个方向 伸展开来 只不过其内画目中 却是再也没有了山山水水 有的只是一个女子的深夜 这女子相貌绝美 双眼戴着银鞋 她眼口轻笑 身子一跃 从画轴内走出 整个人化作一道粉雾 从天空呼啸而下 直奔柳梅上方的 那巨大的孔雀 那孔雀的双目中 露出一丝犹豫 这种目光 直接传达出 柳梅此刻的内心 这种犹豫 在她身上不多见 柳梅 你不是要最后一患吗 王林平淡地说道 孔雀的目光 犹豫之色 一闪消失 再次恢复冷漠 柳梅的声音 从旗内传出 王林 你好卑鄙 王林神色如常 此刻 美极化作的粉雾 好似流星 瞬间来临 在那孔雀上方 立刻一封为二 从孔雀双目 立刻钻入 消失在了旗内 那孔雀全身 顿时散发出 阵阵粉雾 这雾气啊 充满了催情之韵味 孔雀之身 一阵之下 崩溃了 化作点点精芒 消散一空 露出其内 盘膝坐在 祭坛之上的柳梅 此刻的她 笑脸生起一股 玫瑰的红色 使得其原本 就绝美无比的相貌 立刻更加的鲜艳 更加的让人 怦然心动 只不过王林的目光 始终冰冷 魅姬的意境魂魄 能否成功夺赦 吞噬柳梅 王林不关心 柳梅能否完成 最终的一幻 她也不关心 准确地说呀 她与柳梅之间 并无深仇 也无大恨 这一切 总体来说 有些复杂 若非柳梅 执意一战 王林也不会 使用魅姬 诚如柳梅所说 使用魅姬 以邪淫之意 破除柳梅的无情道 的确太过卑微 但这一切 王林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她身子一动 向前走去 只需进入祭坛 便可传送至 朱雀墓内部 王林已经想好 先去寻找 一代朱雀之墓 若是能找到 则最好 一旦找不到 那么就去寻找灵物之王 从而抽回命魂 拿到命魂呢 王林不会去管朱雀星之事 他会立刻离开 离开朱雀星 离开这里 这些年来 王林内心有种感觉 古神之地的托僧 应该快要脱离 古神的束缚 一旦脱离 那么王林深知自己 面对对方 恐怕毫无还手之力 此时此刻 在朱雀大陆 朱雀国的东部 此地啊 黑雾弥漫 仙仪族的一族 云雀子 三族 以及两个十叶祖灵 潭息坐在一处 他们此刻眉心之上 都闪烁着本命植物 散发出妖异的光芒 在他们的中间呢 有一个头骨 此头骨之上 刻着一个符文 这个符文的复杂程度啊 比之亡灵 获得的那些高深无数倍 根本就无法比较 尤其是在这头骨之上 一股强大到不可思议的气息 凝聚得极深 徐祖他老人家 受到我符文星远古神灵点拨 突破了十一页 达到我族有史以来 第三个十二页书周诗 他的头骨符文 已经具备了神力 这一次 我们一起祭祀 应该可以送人 进入朱雀墓内 云雀子眼露崇敬之色 望着头骨沉声道 那么谁去呢 一组缓缓说道 三组 那个千娇百媚的女子 此刻也没有了心情娇笑 而是轻叹 说道 一组去自然是最好 可惜一组的肉身 在我仙一组底层 你以符文之神出窍 在朱雀墓内 不知会不会受到影响 不如 他刚说到这里 忽然面色一变 猛地抬头 遥望朱雀墓所在的方向 脸上慢慢露出一丝 古怪的表情 我当年的那丝意境 居然在夺射 哼 我岂能让他如愿 云雀子一睁 说道 你当年的那丝银鞋意境 三组点头 说道 正是那丝意境 此物若是夺射成功 定会抽离我的部分本源 我岂能让他成功 此物当年被我分离而出后 没想到 居然被一个小修士获得 想必那小修士此刻 也在朱雀墓内 我虽说无法间接毁灭那丝意境 但却可以使得这丝意境 有所改变 若是在寻常也就罢了 可在夺射之时 这一丝变故 却是可以让其夺射失败 三组说完 右手一点眉心 其额头之上的那妖异的植物 顿时诡异地蠕动起来 一个个符文从其眉心闪烁而出 进入虚空 慢慢消失 朱雀墓内 王林走进祭坛 立刻感受到一股传颂之力 在祭坛内升起 他蹲下身子 右手按在祭坛之上 正要传颂而出 就在这时 忽然旁边柳梅的蹊跷之中 毫无任何征兆地 立刻释放出大量的粉雾 魅姬的惊呼声 顿时回荡 怎么会这样 有一股与我本源一样的力量 正在外界干涉我多舍 怎么会如此 魅姬自诞生之日起 便没有了往昔的任何记忆 今日之事 尚是首次遇到 他之前进入柳梅体内 正在破解柳梅意境之时 忽然感受到 来自魂魄深处的一股刺痛 这种痛让他立刻 再没有了任何神通 一股至极的虚弱感 顿时涌现全身 如此一来 立刻被柳梅的意境反噬 被逼只有从对方体内冲出 在魅姬从柳梅口鼻蹊跷冲出的瞬间 柳梅顿时睁开双眼 口中倾吐 最后一换 你跑不掉 随着柳梅的话语 大量的粉雾立刻被声声吸回柳梅的蹊跷 魅姬尖叫一声 全身仍然虚弱无力 他眼中露出一丝绝望 但立刻便银牙一咬 立声道 既然不能夺射 那便融合 说着 也不知魅姬使用了什么方法 他的魂魄立刻散发出腰翼的光芒 最终砰的一下 崩溃了 连同那一丝极强的银鞋意境 也随之崩溃 全部卷向柳梅体内 这一切都是在极快的时间内发生的 几乎就是在亡灵的目光 投向柳梅的一刻 每集崩溃 在这一瞬间 一股机遇滔天的粉色雾气 疯狂地从柳梅身体内 每一处寒毛孔宣泄而出 柳梅身上的衣着顿时消散 化作飞灰 展现在亡灵面前的是一句美妙至极 让人望之弥神的妙慢躯体 亡灵的身子 在粉雾弥漫扩散的瞬间 来不及传颂而走 立刻急驰而退 与此同时 他右手在身前一挥 一股带着先例的狂风 顿时弥漫 吹向粉雾 这时 他退得虽快 但那狂风扫动间 那粉雾却是没有任何停滞 好似存在于虚无中一般 不受狂风所阻 疯狂地扩散开来 其扩散的速度太快 亡灵后退中 仍然有一些粉雾 顺着他身体的寒毛孔 钻入其内 只不过钻入体内的粉雾啊 没有太多 亡灵体内先例一转 便强行压制下来 他面色阴沉 身子迅速后退 这才避过粉雾清晰 这粉雾啊 不是法术 而是意境所化 所以神通对其无效 亡灵阴沉着脸 看向山谷内的那一大片环形的粉色雾气 雾气中 走出一个妙慢的身影 渐渐露出面貌 柳梅原本洁白无瑕的皮肤 此刻充满了玫瑰之色 尤其是他的双目 更是时而露出无情之色 时而闪烁情欲之芒 他的表情露出痛苦的挣扎之意 就在这时 柳梅眼中的无情消散 情欲之芒又占据了全面 他嘴角露出一个绝美的微笑 右手虚空一点 顿时身体四周的粉雾 顿时呼啸而出 向着四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疯狂地蔓延 这蔓延如同一股冲击 夹杂着庞大的镜里 好似崩溃的疯狂一般向四周呼啸 这蔓延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汪林 几乎眨眼间四周方圆数万里内 立刻成为了粉红色的世界 山脉中的山峰 被这粉雾笼罩而来 好似乌山云雨一般 给人一种如梦似幻的错觉 汪林距离柳梅不远 处于这粉雾扩散的中心点 原本以他的定理 若是屏住呼吸运转意境 倒也可以勉强避过 但此刻的汪林 他之前退走时 体内本就有了一丝粉色雾气 虽说被强行压制 只需寻觅一地 打坐一炷箱便可驱出 但此时 他却没有了这一炷箱的时间 随着外部雾气的笼罩 体内的那丝粉雾冲破了压制 在身体内蔓延 内外结合之下 汪林的神智第一次迷失了 千患无情道 在柳梅身上达到了应变中期 这千患实际上是999万 每一患便是柳梅此生的仪式 就如同当年的天道宗内的柳梅一样 那只是他本体的一患而已 这样的患身 柳梅共经历了999次 只差一患便可使得千患无情道 达到应变后期的圆满 只需他有足够的仙女 使得体内仙力达到临界 便可向那最终的问顶迈步 经历生死考验 一步生亡 一步则迈入问洞 美激的出现 对于柳梅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若是没有三祖无意中帮助 那么柳梅很可能被魅姬夺舍 成为一具只值享受肉欲的傀儡 所以在他眼中 王林是卑鄙 三祖的无意帮助 使得魅姬不得不崩溃 选择融合 如此一来 他的仪式成为了柳梅的第一千幻 此刻的意境远远的超过了王林的 应变初期生死轮回意境 他自然无法抵抗 粉红雾气弥漫方圆数万里内 渐渐的向着山谷所在收拢 这种收拢最终在第二天全部完整 只是山谷内的粉雾却是始终不断 雾气内 时而传出女子好似略带痛苦的交音 但其声却是充满了美妙之感 好似仙女轻声曲音一般 让人听之神度 心潮澎湃 也不知过了多久 粉红雾气渐渐稀薄 露出其内的景象 只见一个女子躺在祭坛边缘 双目渐渐清明 祭坛之上 此刻散开一股传颂之后的余波 显然有人刚刚传颂离开 烧情之后 所有的粉红雾气全部消散 山谷内再次恢复了往日的颜色 那女子坐起身子 秀眉微皱 右手隔空一抓 一个楚带从远处飞来 落在她的手中 顿时白芒一闪 女子赤裸的身子 立刻隐藏在了一袭白衣之下 她站起低头看了一眼 祭坛上的点点红斑 沉默起来 千唤无情道的最后一幻 没想到却是此幻 此幻一出 已经立刻变为千唤情欲道 这一切 好似梦幻一般 但又那么真实 没想到 我柳梅千唤无情道的最后一幻 会是如此得到 世尊让我在她的道心中 留下身影 可惜 世尊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在我的最后一幻内 却是有了她的气息 柳梅的秀眉紧皱 抬头看了看远处 轻叹一声 叹息中 透出一股极为复杂之鸣 她内心忽然有些茫然 这一切 超出了她的预料 朱雀墓内部 一处荒原之内 王林的身影一闪之下 出现 她现身后 望着天空 眼中露出复杂之色 在那粉色雾气的吸收下 她好似做了一场梦 梦醒的一刻 她看到了身下的女子 那一刻 她的心绪为之波折 眼下还有事情要办 柳梅之事 还是放在一旁 多想无用 王林轻叹 他摸了摸眉心 天逆珠子便在此处 在那里 李木碗的原因正在慢慢地滋养 渐渐恢复 终有一日 她会苏醒 王林沉默少情 身子一动 消失在了原地 向远处击吃 朱雀墓 朱雀墓的内部 与司徒南所说也有差异 按照司徒南的说法 这朱雀墓内部不大 在正中间的位置 有一座灵山 山中 则是一代朱雀子 留下的朱雀印道统 也是她的尸身所在 每一代朱雀 在继承封号之时 都要在这里 静修数月不等 从而获得朱雀印的传承 王林神石散开 横扫一圈 此地的大小 以她的神石 无法亏其全貌 但她神石一扫尖 却是立刻察觉到了 一股股强大的气息 这些气息 察觉王林神石后 立刻展露出现 好似挑衅一般 王林内心一动 这些气息中 均都是由命魂 凝聚而成的灵物 显然在这朱雀墓内部 灵物的数量不但更多 而且其实力也是更强 王林目光闪烁 认准方向 向着远处急驰而去 她的第一个目标 是寻找那座灵山 也就是此地的中心位置 她知道 自己的时间不多 一旦修行至今崩溃 唯有使用司徒难的方法 才可以保住心灵 这修行之经极为霸道 乃是修真联盟赋予给六级修真国的最强大的权力 唯有当修士达到了问鼎期 才可以经历问鼎招文道西思仪的感悟中 有把命魂从修行之经内抽出的机会 只不过每一代的朱雀子 则是绝不能抽回命魂 一旦抽回 则立刻失去使用朱雀音的资格 从某方面讲 便是失去了朱雀子的封号 但也不是所有问鼎修士都可以成功 几率只有一半 若是能达到问鼎之上的境界 亦或者有五级修真国晋升至了六级 那么才可以没有任何悬念抽回一国修士的命魂 从而离开所在修真心 云雀子的命魂便没有成功抽出 实际上朱雀星上包括仙仪族在内 凡是这数万年来诞生者 没有一个人抽出了命魂 这一切的根本原因 与修行之经被司徒南封印有很大的关系 被封印的修行之经 虽说使得朱雀子无法以此操控朱雀星 但同样的 也断绝了一切在问鼎之际抽回命魂的可能 在一些强大的乃至七级八级修真主星上 除了问鼎之际 有取回命魂的机会之外 一些强大的宗派 一些庞大到可以堪比一个六级修真心的宗派内 都有各自不同的躲避修行之经限制的方法 若非如此 那么整个修真联盟内 将会没有任何战乱与纷争 此刻 在遥远的星空之中 有一个巨大的星球 从星空中看去 这星球内 无数道剑芒闪烁飞舞 他们并非是在斗法 而是在赶路 这个修真心太大了 它几乎是朱雀星的几十倍 其内的凡人更是远远超过了朱雀星 如此一来 修士自然也就多了 在这颗巨大的修真心四周 有五个略小的星球 它们环绕在主星四周 其上也有众多的修士 在更外围 还有一些更小的星球 零散的落在四周 其上各自都有庞大的阵法守护 那颗最大的星球 便是天运星 四周的五个略小的星球 是七级修真心 天运星的附属 至于那些更小的星球 则是一些大神通的老怪 独自开辟出来的星辅 若无主人邀请 外人不得入内 朱雀星与其一比 实在是微不足道 太过渺小 天运星上宗派极多 但其中最显赫的 自然是天运宗 天运宗讲究的 世间一切运源 都是冥冥之中注定 不可强求 不可避过 这份宗旨之下 倒颇有一股先臣之感 定下这具宗旨之人 是整个天运星 几乎绝大部分修士 都心中敬畏之人 他的名字叫做天运子 此刻 在天运宗内 天运子从闭幕之中 睁开双眼 他慈眉闪目 一头白发飘散中 但却不显老态 反而有一股出尘之感 尤其是其双目 更是比之一些壮年之人 更要明亮 在他的身上 看不到半点死记 有的只是磅礴的生机 他所在之处 乃是天运宗的运仙阁 此刻 他双目内露出一丝奇异之芒 轻声自语道 当年去拜访老友 铺中路过一个半废弃的修真心 曾遇到义子 此子以化身之际 感悟到了轮回生死之意 居然要去追溯轮回本源 能做到这点之人 不多 老夫念他修为不义 点拨一般 收其为百年记名弟子 今日忽然有些感悟 怕是此子快要来了 也不知此子 目前是什么修为 若是未到化身后期 那么即便是来了 也突然是让我失望了 天运子沉吟少许 微微摇头 再次闭上双眼 朱雀墓内部 王林放缓速度 神石没有散开太大 此地那些命魂生物较多 其中有一些 更是让王林对付起来 都颇为麻烦 若不动用十亿尊魂帆 无法应付 一路小心翼翼 王林急驰而走 一旦察觉有危机 他便立刻掉头 改变方向绕路 如此一来 形成立刻变化 416集 夺魂 这一日 王林出目可及之处 是两座插天的山峰 山峰中有一条小道 弯颜而去 看不到尽头 在这山峰的四周 则是一片片逆临山溅 王林站在山峰之下 沉吟烧起 目光闪动 他在这朱雀墓内部 已经走了数日 经过观察 顺着此地执行 应该就是进入中心点的路线 不过这一路上 王林明显感觉到 越是向深处走 那些命魂生物便越多 其中强大者更是众多 远远不是王林能够招惹 沉吟片刻后 王林身子一动 向前方双峰之间的 蜿蜒小道一步步走去 他每迈出一步 都内心警惕 视而观察四周 命魂生物变化莫测 可以化作任何形态 稍有不慎便会遭到攻击 一路走进小道 王林望了望两旁的山峰岩壁 只见在旗上 有一片片诗音之处 其表光滑无比 甚至还有一些地方 滴下水滴 走出几十丈后 王林忽然神色一变 暗角不对 他仔细地看了看 两旁的山峰岩壁 目光闪烁 若是此地 常年潮湿 定会有一些 好似苔藓的植物生长 毕竟一路走来 这朱雀木 与外界没有任何区别 可眼下此地 这潮湿 却好似刚刚出现一般 王林右手 尸指闪电一般 点在一旁 眼壁 林芒闪洞间 立刻入眼三分 形成了一个一尺深的小洞 洞内半尺的位置超湿 但后面那半尺 却是干燥的 王林没有任何停顿 身子立刻后退 转眼间 便退出这蜿蜒小道 在他身子离开的下一席 两座山峰下 岩壁中的所有潮湿水渍 立刻诡异地 从岩石内溺出 只见一滴滴 晶莹剔透的水粒 好似一颗颗水晶般 飘在了这条 蜿蜒小道的半空中 这些水滴啊 密密麻麻 恐怕不下于数十万 每一个都代表着一个命魂 在王林的面前呢 这些水滴默然一动 相互凝聚在一起 形成一个人形之物 他身子诡异地蠕动 渐渐凝食 最终化作一个女子 这女子相貌寻常 但整个人身上 却是有一股 诡异的气息弥漫 现身后 他冷冷地盯着王林 缓缓说道 你不能进去 王林慢慢退后 若说他最不想招惹的命魂 便是水命魂组成的灵物 这种灵物啊 是所有灵物中最难对付的一类 虽说眼前这个灵物 只有化神器左右的实力 但仍然很难对付 水存在于天地之间 可分可散 即便是封印禁骨 也很难完全覆盖 数日前那 王林便遇到了一个水灵物 应付之下极为困难 最终不得不放弃 绕道而行 所以在察觉此地 可能有水命魂之后 王林才毫不犹豫地退后 后退间 王林神石向前方山谷 伸出一扫 之前他担心引起一些 不必要的麻烦 神石一直没有散开太多 可现在 既然水命魂已经现身 便立刻神石扫动 紧接着 王林神色一动 在深处 他看到了一人 此人是熟人 他正在与一个 颇为强大的水命魂灵物 斗法 二人之中 此人略占上风 只是 在王林看到 那与此人斗法的 水命魂灵物后 却是不知为何 有一种好似 心神相怜的感觉 这感觉不深 但却清晰地存在 王林内心一动 身子退后 那水命魂组成的女子 看到王林退后 立刻化作滴滴水利 向着山谷深处涌去 王林站在山谷外 沉吟少起 不对 那山谷深处的水命魂灵物 为何让我有那种奇异的感觉 我不是水灵根 灵魂也不可能是水命魂 如此一来 倒是诡异 王林眉头微皱 在山谷外 徘徊少起 正要离开 但忽然 他面色一变 猛地回头 在这一瞬间 他默然间 有种心中刺痛之感 好似在那山谷深处 有一个命魂 正在向他传来一声声 弱弱的呼唤 婉儿 王林神色一阵 他明白了 婉儿在天逆珠子内 而天逆珠子又存在于 王林的眉心原神内 如此一来 他自然可以对 李牧婉的命魂有所察觉 王林眼中露出寒芒 这一次 他没有任何犹豫 身子一动 化作一道长虹 向着山谷深处呼啸而去 他的身子 刚刚冲进山谷 顿时 那之前离开的水命魂 所化作的女子 立刻露出身形 阻拦在王林身前 右手抬起 向前一拍 顿时大量的水气 立刻弥漫 整个蜿蜒小道之内 王林目光一寒 鸡池中二话不说 右手一抹楚代 先剑在手 默然向前一扔 与此同时 他低吼一声 左手立刻按在眉心 在这一瞬间 王林肉身突然一顿 闭上了双眼 但见其原神 居然从头顶天灵 一闪而出 化作一个高约 十张大小的巨大神念 一笔闪电 还要快上数倍的速度 一闪之下 便追上扔出的仙剑 疯狂地呼啸而去 几乎是眨眼间 王林的原神便直接冲入到了那水命魂所化作的女子体内 与此同时 与此同时 仙剑横刺而来 从女子的胸口穿透 女子惨横一声 全身命魂立刻崩溃 四下散开 当王林的原神已经进入她的体内 在命魂散开的瞬间 她的原神一风为二 由二变四 由四变八 以极快的速度立刻化作无数 钻入每一个命魂之中 与此同时 一声低喝 从王林原神内传出 缝 顿时 一道道尽致在王林原神之中扩散 转眼之间便把所有的水滴都一一封印 做完这一切 她立刻从一粒粒水滴内飞出 以极快的速度 钻入那随着惯性抛上前来的肉身之中 王林双眼精芒一闪 原神归翘 她右手一招 仙剑立刻飞来 手持仙剑身影如电 转眼间离开这里 向山谷深处击指 在王林离开不久 那些被封印的水利 立刻传出一连串的砰砰之声 但见所有的水滴 立刻化作水雾 这些雾气相互凝聚 赫然再次形成那女子的身影 封印 对于水命魂来说 只能暂时尽力 无法做到完完全全彻底的封锁 这女子眼中露出凶猛 身子一动之下 再次化作一片水雾 向山谷深处追去 王林速度极快 几个闪烁之下 便来到了此地山谷深处 在那里 但见一个全身大半赤裸的驼背老者 正满脸阴沉 在她的身前 围绕着无数闪烁幽光的符纹 这些符纹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 在其内则是一个由水命魂组成的水团 这水团好似沸腾 翻滚云涌 在那老者的眉心之上 一株八叶植物 妖异的伸展 一股强大的符纹之力 在其身上嚣张的弥漫 老夫无法杀你 但却可以把你这些命魂生生炼化 你重新凝结也需时间 如此一来便无暇追击老夫 脱背老者截然说道 这老者正是当年在仙怡之地 追杀王林进入空间裂缝之地 他后来利用祖灵符纹沟通 这才被族人所救 内心对于王林的愤怒 让他在这一次 先遗族临世之际 大开杀戒 几乎在所有八叶束手诗中 死在此人手中的修士 最多 王林的出现 让老者一争 他之前与这水命魂灵物斗法 稍有不慎便会败落 唯有全部心神都放在上面 再加上王林的修为 毕竟远非当年 现在已经达到了应变初期 所以老者倒真没注意 王林的踪迹 是你 老者看到王林后 立刻眼中露出寒芒 仰天长笑起来 他右手在身前符纹上一抓 顿时一道符纹 立刻从包裹水命魂之上飞出 化作一道乌光 向着王林挤齿而去 王林冷恒 他来到此地后 没有任何停顿 几乎在驼背老者 注意到他的瞬间 身子化作一道残影 漠然间出现在了 那困住水命魂的浮纹之圈旁边 手中仙剑一台 猛地斩架 但听轰的一声巨响 那困住水命魂的符纹圈呢 顿时出现阵阵碎裂 一个个符纹崩溃 驼背老者大喝一声 身子一动 整个人好似长虹 直接冲向王林 大手向前一按 在其手心 一个沧桑的符纹 散发妖艺之芒 王林目光闪动 二话不说 右手虚空一抓 顿时十亿尊魂帆立刻出现在其手中 这三张大帆一出现 尚未对敌 便会给人一种震慑感 驼背老者的冲击之势 不由得一顿 这是 他心神一阵 此番的样子 他依稀有些认识 不由得为之惊骇 王林手中尊魂帆一抖 顿时其上传出 振振呼啸之声 好似鬼哭狼嚎一般 一个个魂魄疯狂地冲出 尤其是一头紫金麒麟 更是出现后仰天咆哮 其声惊动九天 穿透九地 出现后 他身子一抖 向着驼背老者 张开血口 一扑完上 在麒麟后面 则是十多个鹰殿主魂 一一出现 顿时整个山谷内 全部被这些魂魄包裹 向着驼背老者 吞噬而去 驼背老者内心叫苦 他身子毫不犹豫 立刻迅速后退 这些鹰殿魂魄 若是只有一两个 他完全不拒 毕竟魂魄就是魂魄 无法与真正的修士一样比较 即便是三五个鹰变魂魄 他也完全可以抽身而走 就算是斗法 也自信 可以平手 但眼下 这鹰变魂魄的数量太多 以他的修为 根本就无法对抗 尤其是那头紫金麒麟 对他的威胁更大 他一看到此手 便有种内心震慑之感 而且除了这些 四周还有数亿普通魂魄 如此一来 他如何敢抵抗 唯有迅速退走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不到百年时间 这个当初被自己追杀 如丧家之犬的小辈 不但达到了鹰变初期 而且还拥有了 那传说中 令仙依族族人 为之惊惧的十亿尊魂魂 驼背老者甚至都能感觉到 在那些普通魂魄中 有很大一部分 都蕴含一丝 仙依族的气息 想必都是当年 被炼魂收破的 仙依族族人 在驼背老者身子退后的瞬间 山谷蜿蜒小道中 那追击亡灵而来的女子出现 他看到山谷内的一幕 双目立刻闪烁 整个人化作水雾 无声无息间 向着驼背老者扑去 黄灵无暇顾及 驼背老者 在释放出十亿尊魂藩后 他手中仙剑 连续不断地疯狂斩下 砍在了符文圈之上 阵阵轰隆隆的声响中 那困住了水命魂的符文圈 碎裂更多 其内的那个水命魂灵悟 由水团的状态立刻重新化作人形 成为了一个女子 王林在看到这女子的瞬间 古井步波的内心 漠然间 一阵 417集 拓森的使者 这女子的容貌啊 依稀之间 与李牧婉 有些相似 随着王林最后一剑 剑芒挥舞而出 符文圈 顿时崩溃 其内的女子 立刻娇笑一声 整个身子 化作一团水雾 从其内迅速冲出 王林早就注意 岂能让她逃走 只不过这女子的修为啊 比之前阻拦道路的水命魂灵物 要强出甚多 几乎与修士中的应变中期相差不多 再加上其不死的特性 所以 即便是拖背老者 也是一筹莫展 只能想办法困住 在那貌似李牧婉的女子 走出的一刻 王林深吸口气 心神一动之下 四周的无数魂魄 立刻密密麻麻 连接成一片 其中应变主魂了 除去一些追击驼背老者之外 剩下的全部凝聚在此 一股强大的威压 顿时弥漫四周 那女子面色如常 看了看四周 最终目光放在王林身上 轻轻一笑 说道 你把人家救出 现在又要困住 却是何意呢 王林神色冰冷 平淡地说道 你想死 想活 那女子文言呢 立刻叫嚣起来 说道 哼 在这里 没有人可以杀死我 即便是把我困住 只需耗费些时间 我也可以脱困离开 王林墓中闪烁寒芒 口中倾吐 遵魂翻 融 一字出口 顿时四周的无数魂魄 立刻疯狂地相互融合 以极快的速度向着主魂融去 几乎眨眼间呢 四周的魂魄消散一空 只剩下六个主魂 每一个都散发出 远远超过应变后期 但却没有达到问鼎的气息 这六个主魂呢 把那女子包围起来 双目冰冷 引路寒芒 灭 王林低河 一字出口 六个融合之后的主魂 顿时移动 各自施展法术神通 向着那女子展开了进攻 但见阵阵法术波动中啊 那女子娇笑 身子一晃 化作一团水雾 砰的一下四散而出 王林等的就是这一幕 唯有对方身子化作水利 或者水雾 她才可以从其内 找到李木碗的命魂 只是 就在王林与六主魂 一跃而去的时候 忽然 整个山谷漠然一颤 这颤抖是从地面传来 不仅是此地 此刻 整个朱雀墓 内部 外部 所有地方 所有山脉 全部都在震动 这是整个朱雀墓的震动 随着震动的剧烈 天空之上 立刻传来剧烈的撕裂之声 好似有无数只巨大的手掌 在天空撕扯一板 顿时啊 一道道空间裂风 疯狂地呼啸而出 其内吹出的寒风 可以令人立刻全身冻僵 这里的空间裂风 并非是在外界那般 即便是进入其内 只要修为达到一定程度 便不会死亡 此地则不然 这里的空间裂风 只不过是样子相似罢了 实际上 它们并非是空间裂风 而是一种被称之为 次元缝隙的存在 这种次元缝隙啊 是修行之经内 奇异力量繁衍而出 即便是应变修士 如果进入其内 也会立刻吞破灭绝而往 没有任何特例 随着修行之心的碎裂 修行之经的崩溃 展开了 整个朱雀墓内 大地碎裂 处处坍塌 无数进入此地的修士 纷纷死亡 就连很多命魂灵物 面对这种灭顶的灾难 也唯有死亡意图 整个朱雀墓内 顿时笼罩在了一团 浓浓的死气之中 亡灵所在的山谷 同样难以逃脱 大地碎裂 称为虚无 大量的次元裂缝出现 疯狂地吞噬着四周的一切 亡灵第一时间 祭出尊魂帆 把所有魂魄召回 以极快的速度迅速离开 至于驼背老者的生死 亡灵此刻已经无暇顾及 她的目光紧紧地锁定了 那貌似李牧婉的女子 此刻 那女子精神恍惚 眼中露出 从未有过的惊恐之色 她的身子正在慢慢地崩溃 最终砰的一下 整个身躯化作无数颗粒水滴 那些水滴几乎是一片一片的 大范围崩溃 这是真正的死亡 王林身影如电 从一个个次元缝隙内穿梭 以极快的速度 来到了大片崩溃的水滴前方 右手一抓 直接抓住一颗 精英剔透的水粒 在触摸到这水粒的瞬间 王林有一种触摸李牧婉的感觉 抓住水粒后 她身子立刻速退 但见一道刺圆裂缝 突然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她身前 只听呲的一声 王林的一脚 好似被一只无形的大口吞噬 生生地消失了一大片 冷汗从王林的额头密除 她穿梭之下 终于冲出了山滚 这种震动只持续了十息 十息过后 整个朱雀墓面目全非 大地之上出现了无数次元缝隙 天空之中同样也有无数 甚至很多地方只需灵力冲击 便可让其崩溃 凡是在其内之人 顿时就会随之灭亡 此刻的朱雀墓 危险程度更距 修行之经的崩溃 并非一瞬间完成 而是在渐渐地崩溃 这一切都是朱雀子故意而为 这便是她临死前的疯狂 临死前与云雀子的一个游戏 大地晃动结束之后 亡灵所在的山谷被移为平地 一切烟消云散 好似之前的一幕是梦幻一般 微风吹袭 亡灵额头的冷汗被吹干了 一丝寒意从她的心间涌现 她低头看了看脚下的一片 好似废墟般的虚无 在那里一道道弧形的裂缝 时而张开 时而收拢 拿着手中李木碗的命魂 亡灵把她按在额头 融入到了天逆空间内 她深吸口气 身子一动 向远处慢慢飞去 飞行中 亡灵忽然目光一闪 落在远处 一片崩溃了大半的山脉中 在那里 一处碎石之上 驼背老者只剩下半截身子 躺在那里 她的双眼暗淡无光 一团虚弱的元神 从她的身体内 正挣扎地顿出 在之前那时期的浩劫之中 一道突然出现的刺猿裂缝 使得她不仅仅 失去了半截肉身 还有其符文元神 在亡灵目光扫来的一刻 驼背老者的元神 立刻察觉 脸上露出焦急 一闪之下 从身体内完全顿出 向着远处就要逃顿 亡灵眼中寒芒一闪 冷哼一声 立刻追去 那驼背老者的元神 此刻极为虚弱 正逃顿中啊 忽然在其前方 幽光一闪 一道弧形的口子 无声无息间出现了 老者惨叫一声 想要后退 但却已然不及 整个元神 顿时被那突然出现的刺猿缝隙 直接吞噬 随着那刺猿缝隙的消失 脱背老者的元神 失去了踪影 亡灵立刻止步 沉默少请 抬头看向远处 这朱雀墓啊 经过一次崩溃之后 已经变得极为危险 稍有不慎 便会再次丧命 亡灵不由的略有犹豫 片刻之后 亡灵轻叹 身子一动 向远处飞去 朱雀星 修摩海 修摩海是较早的一批 受到先遗族进攻之地 毕竟 这里距离先遗族较近 再加上修摩海内 曾经万年不散的雾气 消散一空之后 没有了天然的屏障 又受到其他修正国的联合进攻 一片狼藉之下 无法对先遗族的进攻抵抗 最终被沦为附庸 修摩海内 碎形乱外 此刻站着一人 此人全身笼罩在一片死气中 看不清面貌 在他的身体四周 一个个骷髅的虚影 诡异地闪烁 密密麻麻 无穷无尽 好似一片骷髅之灵 他望着碎形乱 眼中露出犹豫之色 当年那一丝天结 不是上古修士患处 只不过是一个小辈 祭练上古法器罢了 这几百年来 老夫走遍朱雀星 没有发现一个上古修士 这肚子倒真有些饿了 唯独在这里 我可以闻到上古修士的味道 可惜此地太过危险 到底去还是不去 此人沉吟少请 目光微闪 摇头自语道 罢了 不能为了口腹之欲 把性命丢下 老夫伤势近些年 有些恢复 这朱雀星 是该离开的时候了 若是被那司徒男找到 以我此时的状态 定然打不过他 此人双目寒芒一动 自语道 见尊临天后那个老朋友 不知在天运星上如何 去看看也好 说不定可以请他出山 助我对付司徒男 问出那神秘珠子的下落 就在这时 他忽然目光一闪 遥望远处 平淡地说道 当年你就喜欢藏头漏尾 破军好久不见 一阵沙哑的笑声 从虚无之中传来 紧接着 天边立刻暗淡 只见一大片海水 居然在天上出现 夹杂着万军之势 咆哮而来 在那海水的浪涛之上 一个身穿蓝色长袍的男子 踏着浪花 一步一步走来 在此人的长袍上 修着一片金丝花纹 看起来极为奇妙 贪狼 你莫非也要打此地的主野 这男子相貌寻常 但双目之中 却是有股凶芒闪烁 那全身笼罩在死气中之人 轻哼一声 说道 老夫看见你就烦 此地 你既然喜欢 那就进去好了 老夫离开 说着 他身子一晃 消失在了原地 化作一道黑色的长虹 直接穿破天界 远远地失去了踪影 海水之上的男子 目光露出思索之色 身子一动 落在了碎星乱外 他脚下的那些海水 立刻凝聚 化作一个深蓝色的结晶 在此人落地后 被他一口吞下 古怪 这贪狼从不去五宝之地 凡是他在之处 定有七宝 一万年前 我来到这朱雀星时 他便已经在这里 不知逗留了多久 虽说是因为疗伤 但却也让人怀疑 莫非 真的是为了此地 男子沉吟少许 身子一动 走进了碎星乱 古神之地深处 血海之中 在那唯一存在的 巨大石锥之上 一个拥有一头 血红色乱发的男子 漠然间 抬起始终垂下的头 乱发之中 露出其绝世凶猛 尤其是血红色的双眼 更是让一切生灵 望之心惊 他的嘴角 露出一丝 残忍的笑容 又来了一个 我脱森脱困之日 已经很近了 很近了 王林 我的一支传承 你可千万要保存好 等待我去收取 没有我的立志传承 你空有记忆 也是无有 况且你的一支传承 并非圆满 还有一个记忆传承 结晶 此刻 在我的时候 418集 夺宝 这么多年来 我找遍了整个古神之地 不惜极大的代价 终于被我找到了这隐藏极深的 最后一个记忆传承接近 融合了此物后 我想起了很多东西 这些年来 我常常可以感受到 这星球内部 有一股奇异的力量 正在慢慢地生长 与我古神异族的幼子成长 相差不多 这股力量 便是你们修士口中的 修行之精 通过此物 我的封印就可以出现破绽 从而以幻魂之术 离开此地 这一切 还是要感谢图斯 当年他选择此地分神 却是使得这里的一些土著 居然把它奉为神灵 这件事情 便是那最后一个记忆结晶之内 所记录 我还知道 图斯给了他们回应 让他们制作了 古神祭祀之处 虽说现在无数万年过去 那些土著也早就灭绝 但仙仪族躲避的地下深处 却是那土著部落的 最后一个古神祭祀之处 在那里 我的一些神通 可以略微施展 在那里 仙仪族的那个小辈 常年沉睡 为了得到修行之经 我不惜极大的代价 我的使者再次遇到了你 你的变化很大 不过 我托森此生 如何能忘记你了 你的向往 你的神石 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内心 你跑到哪里 我都可以找到 哈哈哈哈哈哈 托森仰天大笑起来 他的笑声传遍整个邪海 使得邪海内的浪涛立刻澎湃 卷起大浪 四下冲击 他眼中鸿芒大闪 似乎比之邪海还要浓重数倍 王林 我托森脱困之日 尽了 吞了你的传承 我便是古神 八星古神 到时候 这个星空 谁还是我的敌手 哈哈哈哈 随着托森的狂笑 血海之中传出几声吱吱的声响 但见两只小猴 从血海内露出头来 一跃之下 跳到了托森身边 这两只小猴眼中啊 散发出妖异的鸿芒 此时此刻 在朱雀墓内部 那留下阴森一笑的老者 目露鸿芒 在他的肩膀 趴着一只小猴 他的目中啊 鸿芒更生 小猴支的叫了一声 老者眼中 鸿芒一闪 转身 看向远处 一看之下 鸿芒 顿时又亮 他来了 老者身子一动 正要向前踏出 就在这时 他肩头的那只小猴 立刻 嘀吼一声 老者脚步微顿 沉默少请 转身离开 他的目标啊 是这朱雀墓 内部的中心位置 老者奔走中 那小猴回过头 腰望后方 眼中鸿芒闪烁 这老者速度极快 那些出现在其身前的 四元缝隙 好似此人 可以提前预知一般 往往轻而易举的 便一闪而过 速度虽快 但却没有遇到任何危险 在老者离开不久 一道长虹 划破天际 来到了这里 王林皱着眉头 看了看老者消失的方向 眼中露出思索之色 王林沉吟少许 起身向远处掠去 一路上他小心翼翼 神石散开 对于那无声无息出现的 四元缝隙 他颇为头痛 有此物在 他便无法加快速度 只能一步一步 缓慢地行走 两日后 王林飞行中啊 越过一处处 沦为虚无之地 目光所在 前方是一大片盆地 这些盆地内 充满了一股股 破金之气 刺向天空 好似一把把 利剑的剑芒 他神石一扫 这里盆地极多 不下数万 密密麻麻连成一大片 一眼看不到尽头 在每一个盆地内啊 都深深地插着一把长剑 虽说只露出一半 但剑芒却是极重 刚一走进这里啊 王林便可以清晰地察觉到 那深深的剑意 金命魂 王林沉默 他在这朱雀墓内的时间呢 已经不短 此墓内的一切 与司徒男所说 差距太大 王林不是迟钝之人 时至今日 他内心对于这一现象 已经有了自己的分析 恐怕这朱雀墓 根本就是 修行之经才对 我此刻 我此刻虽说是在朱雀墓内 但同样 也是在了修行之经内 所以才会遇到众多的命魂 组成的灵物 所以才会在修行之经 崩溃时 出现那些奇异的裂缝 这碎裂 就是修行之经的崩溃 王林面色阴沉 遥望眼前一大片盆地 这只是他的猜测与分析 并不能完全确定 所以他要去此地中心之处 看看那里是否有灵山 如果有此山 则表示自己的猜测错误 如果没有 那么王林就可以肯定 这里就是修行之经 王林沉吟烧起 神石扫动之下 忽然内心一震 在这片盆地的中心位置 有一个略大的盆地 其边缘被一层寒冰覆盖 散发金光 其内充满了深蓝之色 看不到内部景象 但此地的剑气却是最重 好似穿透天地 散发出一股闭腻的气息 这气息啊 绝非寻常非见 可以散发而出 这气息啊 王林并不陌生 他在仙界之时 就曾亲眼看到过 与此地相差不多之物 此地 怎么可能会有这等之物 王林双目一闪 眼前这一大片盆地 范围极大 从四周绕过 耗费时间太久 而且在四周啊 一定还有其他命魂灵物 危险程度没什么区别 另外 那中心位置的盆地内之物 让他有一种熟悉感 这种感觉并非是某个命魂 而是总体的感觉 陈阴烧情 王林一步一步走进这片盆地的世界 但当他走出石杖之时啊 忽然远处最近的一处盆地 突然散发出浓浓的寒意 身插在盆地底部的剑 立刻拔地而起 呼啸而出 这是一把极为普通的剑 它三尺长短 两指粗细 通体银白 剑尖指向王林 发出嗡嗡的剑鸣之声 滚 在那剑鸣之中 传出一阵神念 这神念极为霸道 充满了一股傲益 金命魂组成之灵物 没想到 却是与剑魂类似 王林感受到那剑内的神念 目光闪烁 忽然内心一动 此地中心位置的那个盆地内啊 散发而出的剑鸣 与当年仙界中 看到的那些仙剑 极为相似 他右手在楚戴上一抹 立刻仙剑在手 仙剑一出啊 立刻 之前那狂傲之剑 顿时仿佛 昊月之下的萤火一般 立刻黯然失色 许立国 王林口中轻贺 仙剑上散出一团黑雾 许立国的身影 从黑雾内 幻化而出 他一出现了 双目立刻一转 盯着那狂傲之剑 黑黑笑道 嘿嘿 小子 你家许立国 虽说是半路成为剑魂 你 没等他话说完 那狂傲之剑 立刻一颤 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后退 向远处 急驰而去 这一幕 让许立国一争 但立刻 便嚣张起来 说道 跑 你家许立 让你跑了吗 说着 他身子一动 卷着仙剑 迅速追去 剑魂 自然需要剑魂来克制 王林轻声道 抬起脚步 向前走去 许立国在王林身前那 开道 所过之处 所有盆地内的宝剑 立刻一一冲出 看到许立国后 顿时后退 这一幕 极为诡异 好似这些宝剑 全都惧怕许立国一般 王林目光闪烁 平静地看着这一幕 脚步从容 向前踏出 许立国此刻 极为兴奋 连连咆哮 卷着仙剑 这儿飞一下 那儿飞一下 时而大声吼叫 一把把宝剑拔地而起 呼啸而出 向着中心位置的盆地飞去 在那里 这些飞剑立刻停止逃顿 而是飘在半空 散发出浓浓的剑意 与寒芒 一路势如破竹 王林跟在许立国身后 向着此地中心位置迅速飞去 此地的次元裂缝不多 一路上 王林只遇到了三个 可见此地是修行之经 第一次崩溃中 少见的几处 并非太过波及之地 越是向深处走 次元裂缝便越是少见 最后 王林几乎展开了全部的速度 好似流星一般向着中间的 那处盆地 破空蹲走 数个时辰后 那中心位置巨大的盆地 遥遥在目 远远看去 在那盆地上空 无数宝剑飘散 传出阵阵剑鸣 寒气逼人 尚未临近 王林便可以感受到 旗内的那股惊人的剑气 许立国身子一缓 有些不敢伤前 讨好的望着王林 说道 主子 你看这一路上 我可没偷懒 把所有的剑魂 都帮你赶到这里来了 你看现在 没我的什么事 不如我先回到剑内 等你把这些剑魂都灭了 我再出来 说着呀 许立国连忙向仙剑内回缩 这是 他的身子刚刚回去一半 便被王林一把抓住仙剑 向前一扔直下 连带着他 一同抛向那满是宝剑的盆地之上 许立国尖叫一声 身子立刻全部回到仙剑内 操控仙剑一闪之下 就要逃走 你若无法给我破除此地 我留你无用 王林冰冷的声音 在许立国的内心回荡 他暗自叫火 内心不断地诅咒王林 但此刻却是不敢再逃 咬牙之下 硬着头皮连连咆哮 带着仙剑向着盆地的那密密麻麻的宝剑群 疯狂地冲去 他的咆哮 通过仙剑传出 那便是一声声惊天动地的剑名 这剑名之声洞彻九天 一声之下 顿时使得那些盆地之上的宝剑 立刻让开一条通道 此刻 只见盆地内 那深蓝色的雾气中 忽然急剧地翻滚云涌 与此同时 一把弯月之刀 从其内缓缓地飞出 王林眼中露出一丝失望 他之前感受到 那好似仙界之物的气息 脑中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巨腹 虽说他也认为这不太可能 但这种感觉 却是弥漫不散 可惜 眼前之物根本就不是巨腹 而是一把弯刀 自古刀剑便是齐名之气 但剑有傲益 刀有匡息 若是反铁 倒也罢了 可一旦有了灵性 成为了魂一般的存在 那么轻易 不会彼此凝聚在一起 419集 红蝶 更不用提眼下这般 居然可以使得 无数剑魂 为之膜拜 此刀啊 绝非等闲之物 不过此地之物 即便再为不凡 也是由众多命魂组成 如此一来 根本就无法取得 即便是拿在手中 若是离开了此地 失去了修行之精 奇异力量的禁锢 立刻便会 崩溃散开 化作命魂 回到各自本源之处 王林暗叹 抬起右手 正要把仙剑召回 冲出此地之时 忽然 他目光一宁 盯着那弯刀 眼露奇异之芒 不对 此刀魂 不是由大量命魂组成 它 它是单一命魂 王林深吸口气 他进入朱雀墓后 所见命魂灵物众多 这些灵物 全部都是由大量的命魂 凝聚而成 从未有一个灵物 只是靠一个命魂 便幻化而出 唯有眼前这刀魂 那弯刀从盆地内飞出 顿时四周所有宝剑 立刻发出一种 好似臣服的剑名 如同臣子朝拜天子一般 向后散去 徐立国在仙剑内 看到那弯刀 立刻紧张地颤抖起来 他天生胆小 此刻呀 一看其他剑魂都这样 自己犹豫了一下 有心想要朝拜 但又怕亡灵 他的颤抖 传递至仙剑上 立刻使得仙剑轻拆 那弯刀一闪 以一种难以想象的速度 顿时出现在了仙剑之旁 但听当的一声清脆之响 仙剑立刻退出树杖 只不过其上却是没有任何裂痕 完好如初 徐立国尖叫一声 毫不犹豫地带动仙剑 向着亡灵飞来 亡灵眉头一皱 徐立国胆小 他一直都知道 但却没想到 这徐立国居然连战都不敢 直接逃跑 亡灵右手一照 心念一动向 仙剑立刻破空而来 落在了其手中 此刻那弯刀一闪迅速追来 亡灵身子立刻后退 与此同时手中仙剑一盏 剑芒顿时呼啸而出 与那弯刀撞击在一处 砰的一下 弯刀之上没有任何裂痕 反倒散发出一股冰寒之意 与此同时一道神念 从弯刀之内传出 把他的魂留下 你走 神念传递而出后 这弯刀一晃之下 立刻划作一把 长约十丈大小的巨大弯刀 向下一挥 顿时一道好似 开天辟地的刀芒 立刻轰然来临 亡灵双目闪动 后退中 手中仙剑在身前一挡 刀芒临身 但听轰的一声巨响 亡灵的身子顿时被远远地抛出 他借着此力 没有任何停顿 一跃顿走 这弯刀刀芒之力 丝毫不弱于一个应变后期修士 全力的一击 不使用十亿尊魂帆的情况下 亡灵无法匹敌 一路亡灵速度极快 他顿走的方向并非是原路 而是逆响 直接穿过那巨大的盆地 向着深处 急迟 那弯刀上传出一阵阵神念 立刻 盆地之上的宝剑 顿时嗡嗡见鸣 一个个立刻冲出 向着亡灵死死地追击 亡灵一路速度极快 直接穿过一个个盆地 其身后的无数宝剑 疯狂地追击而来 在旗内那弯刀啊 更是时而散发刀芒 呼啸而来 仙剑早就被亡灵收起 他展开全部速度 急驰而走 在他的前方 一把把宝剑 从盆地内飞出 呈南北夹击之势 向着亡灵破空刺来 亡灵目光一闪 右手虚空一抓 立刻十亿尊魂帆在手 一斗之下 魂帆把他身子立刻包裹 化作一道黑烟 扭曲之下闪烁不定 速度立刻增加了数倍不止 那些迎面次来的宝剑 顿时扑空 立刻调转方向 紧追不舍 此刻 亡灵的身后 凝聚了密密麻麻 一大片无穷无尽的宝剑 滔天的剑芒 呼啸天地之间 宝剑之上 散发的寒气更是令四周的温度 一下子降低 居然引现寒霜 天地之间 此刻只剩下剑明的声音 其声惊天动地 呼啸九州 好似天空都要崩溃 仿佛大地都要颤抖 这声势极大 方圆几十万里内 几乎所有修士都立刻察觉到这一幕 有很多人纷纷身子一晃 向此处飞来 想要一看究竟 一把把宝剑 一生生剑明 一道道寒芒 这些集合在一起 好似化身成为了远古剑仙一般 剑气缭绕 一道道呲呲而过 在亡灵身体四周疯狂地闪烁 亡灵身子被尊魂帆包裹 一晃之下好似烟丝一般 扭曲前行 但尽管如此 仍然有大量的剑芒落在其上 只不过 君都被尊魂帆缩的 只有当那弯刀刀芒临身之时 亡灵才会抽出仙剑阻挡 这一路飞行啊 极为刺激 让亡灵禁不住 想起了当年自己修为低弱时 被人追杀的一幕 就在这时啊 忽然 在亡灵的前方 两道长虹迅速飞来 但尚在万里之外时 两道长虹突然一顿 显然是察觉到了远处的诡异 迅速调转方向 立刻投脸 亡灵仰天大笑 哈哈声中 回头看了一眼身后 紧紧追击的一大片 无数计算数量的宝剑 尤其是其中那把尸而闪烁 诡异莫测的弯刀 他身子一晃 立刻瞬移而出 直接出现在万里之外 只不过他身子刚一出现了 那些紧追不舍的宝剑 居然也是一通闪烁 破碎虚空一般 直接穿透了空间距离 再次追击而来 轰隆隆的破空之声 穿遍大地 居然隐约有了一丝 之前修行之经碎裂 天地崩溃的气势 那两道长虹 立刻急促地奔走 王林一眼就认出 长虹之中的两人 这两人却是熟人 一男一女 男的那位 一看其耳朵 王林便认出是周五太 至于那女子 脸带紫杀 王林看了一眼 目光一闪认出了此女的身份 周兄莫走 等再下烧雪 王林虽说被无数宝剑追击 但仍然面色从容 哈哈笑道 周五太面色难看 嘀咕道 倒霉 他全当没听见王林的呼唤 反倒速度更快 至于那带着紫杀的女子 更是看到王林后 眼中露出一丝惧怕 银牙一咬 立刻逃离 就这样 周五太二人在前 王林在中 至于后面 则是密密麻麻 铺天盖地一般的剑芒 尤其是旗内的那把弯刀 更是时而幻化而出 横扫一道刀芒 这刀芒啊 才是王林真正顾忌之物 每次刀芒出现 他都要迅速避开 这弯刀极为诡异啊 王林讨顿中 神识查看 发现每当此弯刀的速度 快过一定程度 便会立刻在其四周 出现阵阵奇异之力 使得其速顿时缓慢下来 若非如此 定刻迅速追上王林 三人一路急迟 均都展开各自最快的速度 三柱相后 远处盆地边缘 遥遥在目 王林目光一闪 身子立刻顺移而出 消失在了原地 出现时啊 已在盆地的边缘 他现身后 身子未停 立刻向远处急迟 周五太略一犹豫 立刻向王林追去 至于那紫沙女子 目光一闪 改变方向 与周五太分开 那一把把宝剑 在追到此地后 立刻停止 唯有那把弯刀 没有半点停顿 一闪之下 直接冲出盆地 所在之处的边缘 这弯刀在出了盆地后 速度忽然一增 笼罩旗上的那股 奇异之力 好似削弱了一般 使得奇速 漠然间 快到不可思议 几乎转眼间了 这弯刀 便直接从周五太身边 一扫而过 直接向着王林追去 周五太额头见憨了 刚才那弯刀 在他身边闪过的瞬间 他几乎没有任何察觉 只感觉狂风横扫 再向前看时 只能看见一个黑点 消失在了天际 这是什么领悟啊 好快的速度 比刚才 最起码要快上数十倍 周五太内心大害 沉吟之下 向前追去 王林奔走间 速度不得不放慢 穿过了盆地之后 四元缝隙 再次多了起来 他身子一顿 停在一处山峰之顶 遥遥望去 远处一溪 有一座散发七彩之光的山峰 这山峰的样子 与司徒男所说的 灵山一模一样 几乎在王林身子 停顿的瞬间 他身后奔雷之声回荡 王林早就有所防备 立刻身子一闪 瞬移出千丈之外 但听轰的一声巨响 他之前所在的山峰 立刻崩溃 碎石飞舞中 深蓝色的光芒一闪 弯刀从其内 疯狂地飞出 与此同时啊 一股神念 从弯刀之上传出 把他留下 王林身子再次一闪 这一次 他只感觉左臂一痛 千丈之外现身时 左臂衣袖消散 一道伤口出现在手臂之上 好快的速度 王林现身后啊 没有任何停顿 再次顺移 他不敢顺移太远 否则一旦出现在 四元缝隙周围 那么就危险了 如此一来 但见蓝芒闪烁中 王林每次消失 其所在之处 便立刻轰然碎裂 崩溃一空 那弯刀好似疯狂一般 死死地追击不舍 王林一闪之下 出现在百里之外 他现身后啊 立刻向旁边移开 只见一道次元缝隙 在其身侧 徐徐张开 无形跃口 王林尚未移动树杖 但见蓝芒一闪 从他之前瞬移消失之处 一股狂风扑面 途中一切物质 山峰 大地 全部崩溃 甚至就连几个出现在 蓝芒途中的次元缝隙 也全部崩溃 看到这一幕 王林顿时头皮发麻 二话不说 再次顺移而走 这一次 他右腿一痛 鲜血涌现 在十里之外现身后 王林右手立刻在右腿一抹 伤口收拢 鲜血止住 这到底是什么法宝 王林眼中露出一丝贪念 此物的速度 他只在一样物品上见过 那就是十亿尊魂番的第四魂 他比较之下 这两样法宝的速度 几乎不相上下 但显然 这弯刀的攻击力更强 毕竟被针刺一下 或许不会身亡 但若是被这弯刀一扫 很有可能人头落地 此物是单一命魂构成 这命魂之主到底是谁 居然能产生这般强大到 不可思议的金属性灵物 此物定是个宝贝 王林身子再闪 其消失之处 又是一阵崩溃 那弯刀速度越来越快 王林的反应 渐渐跟不上起诉 稍有不慎便会受伤 此刻的他终于知道 当年朱雀子 面对第四魂 为何那般顾忌 此物 我一定要得到 王林眼中寒忙一闪 立刻拿出仙剑 一谈之下 许立国被他从仙剑内震出 许立国 你且委屈一下 把他当成巨魔族老祖变成 带我去取回命魂 定会回去救你 王林说完了 右手一挥 许立国的身子立刻飞向半空 许立国哀嚎一声啊 正要逃走 那弯刀立刻一闪之下 出现在许立国的身边 卷起许立国的身子 立刻消失无影 远远地传来许立国哀怨的惊叫 主子 你可牵不安 别忘了救我 王林拿着仙剑 目光闪动 他与许立国心灵相通 可以察觉对方所在方位 而且他琢磨之下 这弯刀内的刀魂啊 并非是想要伤害许立国 应该是另有他意 而且许立国身为魔头 以吞噬为生 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毁灭 此时啊 王林有事情要办 不能与那弯刀纠缠 以许立国为宪 日后追溯而去 有大把的时间 想办法如何收复此物 把仙剑收起 王林遥望远处灵山 身子一跃 但就在这时 他忽然神色一动 侧头看向不远处的 一座山峰 那里 站着一个红色的身影 这身影 充满了空洞 与孤独 他站在那里 烟红如蝶 好似有心随风归去 但却无奈 深入凡尘一般 红蝶 有红蝶在的地方 必定会有前锋的身影 王林目光一闪 看向四周 前锋的修为 是应变中气 以王林的神识 若是对方想要隐匿 他很难察觉得到 王林眼中平静 向着红蝶一抱拳 朗声道 红蝶道友 许久不见 不远处山峰上 那红色的身影 空洞之色浓郁 他深深地看了王林一眼 身影一晃 直接从山峰闪烁而下 转眼间便出现在了 王林摆帐之外 临近后 红蝶眼中的空洞与茫然 立刻映入 王林的眼中 王林面色难看 他虽说早就知晓 发生在 红蝶身上的事情 也曾经在 朱雀大陆边缘 与前锋一战时 察觉到 红蝶的存在 但 今日才是他真真正正 自上次与红蝶决战之后 第一次遇到 从红蝶的双眼那样 王林看到的 只是一片死寂 此刻的红蝶 美丽依旧 但在他身上 王林却是再也看不到 当年那义气风发 奥义惊天的 一代娇女的身影 当年的红蝶 雪玉国一代天娇 百年化神的天资人物 在他的眼中 王林好似蝼蚁一般 二人之间的纠葛 一点一点 慢慢扩大 最终走到了 决战的一日 虽说如此 可在王林心中 对于红蝶他还是尊重的 这种尊重 是一种对对手的肯定 此刻 往昔的对手 落得如此下场 王林禁不住暗叹一声 所谓物是人非 此言半点不差 与眼下相比 王林更希望看到 当年那奥艳惊天的红蝶 与那样的红蝶一战 才是迈向人生巅峰追求的步伐 王林轻叹 收起内心的感慨 目光如电 看向红蝶 平淡地说道 前锋 出来 红蝶站在那里 抬头看向天空 眼中空洞 赵牛 今日钱某没空与你纠缠 既然你也找到了这里 那我们临山之上 再见 前方的声音 从四周虚无之中传来 王林猛地回头 遥望远方的一处山脉 只见一个黑色的身影 在那里 好似狂风一般 现身后 呼啸而走 其目标啊 正是此地 正中心位置的 临山之处 王林眼中 寒芒一闪 冷哼一声 身子一晃 正要向临山赶去 红蝶 你当初不是想要与 曾牛再战吗 今日 我便给你这个机会 杀了他 前锋嚣张的笑声 从远处传来 他身影如电 转眼间消失 张牛 你们老友相聚 还是叙叙旧再来吧 等钱某取出命魂 再来收拾你 红蝶双目空洞之色 一扫而空 露出一股深深的战意 身子一晃 阻拦在了 王林的身前 一语不发 右手一拍杵带 顿时一把红色长剑 出现在其手中 与此同时啊 一股滔天的气息 从红蝶身上 默然间爆发而出 这气息啊 丝毫不弱于王林 而且在其身上 引有仙力缭绕 显然此女的修为 即便还没有达到应变旗 也相差不远 曾宁 红蝶口中啊 传出一个冰冷的声音 其目光盯向王林 王林眉头微皱 看了此女一眼 她倒并不着急 去找千锋 此地她猜测 原本不大可能 会出现灵山 毕竟若真的是修行至今 断然不会有灵山出现 可如今呢 居然真的看到了灵山 此事透着蹊跷 前锋既然想去探路 那便去就是 红蝶双目一闪 手中红色长剑 向前一挥 此剑顿时脱手 带起一股枪风 化作一道红色闪电 破空而出 以极快的速度 瞬间向王林的眉心落下 王林身子退后 右手一抹处带 紧翻在手 一斗之下 无数静置从其内飞出 在其身前形成一个个静置 组成的防护 那红色闪电 顿时撞击在层层静置防护之上 立刻 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隆隆声 疯狂地回荡 四下散开 大地掀起风沙 弥漫天际 在这风沙中 只见红芒一闪 红蝶的身影 急驰而出 他手中不知何时啊 多出了一个红色的冰块 此冰块内 散发出一股森寒之气 顿时弥漫四周 随着红蝶的临近 突然之间 红蝶双目中的战意闪烁 一股深深的悲哀 从其目中透出 他在冲出中啊 嘴唇轻掺 杀了我 一个微弱的声音 从红蝶口中轻声传出 但立刻 他眼中的悲哀便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 则是那深深的战意 气势如红 直奔王林冲来 王林内心一震 他听到了红蝶的声音 望向红蝶的目光 变得复杂起来 红蝶的神智并没有完全丧失 还有一丝隐藏的疾身 疾身 红蝶是骄傲的 他的骄傲 是传自骨头 是传自灵魂 他的一生是一朵骄傲的玫瑰 他隐藏疾身的一丝神智 宁愿死亡 也不愿再忍受这样的狗生 王林深吸口气 面对如长虹般 飞奔而来的红蝶 他伸出了右手 虚空一桩 顿时一道道静气 立刻从静帆内呼啸而出 散发阵阵静致光芒 在他手中凝聚 一把长约三丈的 巨大黑色长枪 散发出一道道黑气 在其手中成形 一手握着长枪 王林目光如电 看向红蝶 身子一动 化作一道残影 一枪刺出 这一枪之下 带起阵阵破空呼啸之声 好似鬼哭狼嚎一般 自枪尖处传出 响动传递出数里之外 红蝶手中的冰块 漠然间像着眉心一样 顿时 一道鸿芒 自其眉心闪烁 但见一层层红色的薄冰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立刻从他眉心处蔓延 瞬间呢 便把整个身体包裹 形成一幅红色的铠甲 这铠甲通体红色 散发出阵阵冰寒之气 应照之下 更显红蝶的绝美容颜 此刻的他呀 就好似是仙界中的战先 铠甲之上 鸿芒闪烁中 一根黑色的鞭子 漠然间出现在其手中 鸿吉鞭 此鞭是前锋给他的 让他对抗亡灵之物 红蝶眼中露出奇异之芒 右手鞭子一甩 但听阵阵砰砰之声 从鞭子锁过之处传出 紧接着 此鞭好似蛟龙呼啸而出 随着红蝶的身姿 向亡灵闪电而去 亡灵双眼一闪 枪随深动 一枪刺出的同时 身子退后 双手掐掘 口中低语 紧接着 一股蕴含了先例的怪风 顿时出现 呼啸而过中 随着长枪向前紧追 鲿吉鞭与长枪 莫然间轰击在了一起 哄 好似天崩地裂一般 边枪交错中 一股狂猛的冲击 向四周扩散 亡灵神影如松 一动未动 那些扩散而来 好似怒浪一般的风沙 在向他冲来的瞬间 被怪风呼啸中卷起 以更猛烈的冲击 回卷而去 冲向红蝶 这一幕快若闪电 红蝶手中的鲲吉鞭 在与长枪撞击后 立刻脱手而出 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 漠然一甩之下 穿透了灰卷而来的怪风气浪 向着王林抽去 但听啪的一声音 王林身影速退 直接退出百丈之外 双目闪烁奇异之芒 轻声道 昏吉鞭 此鞭浪 他曾经得到过一次 但最终却不得不交出 此刻再看到此鞭 他志在必得 再看红蝶 在怪风气浪回卷中 身子不由自主地退后 其身上的红色铠甲 立刻散发 阵阵充满了极寒的气息 这些气息疯狂地向前弥漫 只听一阵咔咔之声 从虚无中传来 一个个奇形怪状的冰雕 好似一道道 力刺一般 在半空 立刻 凝结成形 这寒气 把风雨气浪 居然生生动住 使其从无形 变成有形 王林盯着那铠甲 眼中闪过一丝寒芒 红蝶抬起右手 在身前冰雕上一点 顿时咔咔声中 所有的冰雕 其表层 顿时出现了一道道军裂 碎文缝隙 疯狂地蔓延 几乎眨眼间 整个冰雕之上 再无一处平滑 砰的一声 冰雕碎裂成块 掉落在地 杀了我 红蝶眼中露出挣扎之色 脸上散发出浓浓的痛苦 此刻 在她的身体四周 鲲脊边好似蛟龙 四下游走 她身体上的红色铠甲 散发出阵阵寒芒 王林望着红蝶 默默地点了点头 她右手在储物袋上一碰 一把巨大的战斧 立刻出现在她的手中 在这战斧出现的瞬间 天空忽然一暗 全部的光芒 都凝聚在了这战斧上面 一道道紫色的闪电 在战斧上流动 顺着王林的手臂 流转她的全身 阵阵噼里啪啦的声响 顿时从王林身体内传出 在这一刻 一股从未有过的战役 在王林的心中凝聚 这把战斧是巨魔族老祖 临死前召唤出的 是赵国诗音宗像 那巨魔族先祖的武器 王林得到后啊 原本是准备给本尊使用 现在仙剑失去了剑魂 无法发挥神通 尊魂藩她又不想使用 此刻唯有这把战斧 才是最适合的武器 红蝶望着王林 唐口微张 一道鸿芒从其口中飞出 立刻迎风见着 化作一朵晶莹剔透的 红色玫瑰飘在其身前 这红色玫瑰瞬间盛开 绽放之中 从其花蕊上飘散出一丝红烟 其内隐约露出红蝶的身影 这个身影眉目之间呢 有着一股浓浓的傲义 与王林心目中 曾经的红蝶一模一样 曾牛 出手吧 那烟丝中 红蝶的虚影 目光中透出骄傲 望向王林 此刻 在王林与红蝶 所在之处的万里外 周武太急驰而走 他修为不到应变期 速度不如王林 再后一直追赶 刚才那弯刀急驰而过的瞬间 让他为之心惊 那种速度 他此生从未看到过 正飞行间 忽然 周武太眉头一皱 身影立刻停下 回头看向身后 只见在他身后的天边 一片鸿芒 孤笑而来 密密麻麻 翻滚云涌中 整个天地 都被映衬出红色 就连天空之上的那些 次元缝隙 此刻 都被这红云冲击下 一个个 迅速消散